我到帛琉 我是来自巴西 一个热带森林国家的 我们那边的下雨就好像是 你知道吗 神 就是直接尿尿在你上山 就是真的是雨 躲到不行 我到帛琉是巴西的两倍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种雨 是暴雨 24时停不下来 24个小时 从凌晨到天亮 天亮到那个网上 一直这样子一个循环 雨不停 然后是超大的 你可能起床的时候 就是不是起床 睡觉的时候你会起来 因为那个打雷是真的太大声了 就像雷声 然后这个床就会散 就像恐怖片一样 好 舞阳是26岁的时候 一度陷入人生的迷惘 对 很年轻 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 是真的太复杂了 跟他有一天的 倒过来的感觉 因为他是从台北到绿岛 那我是从一个巴西 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 直接来台北的 所以那时候就是压力很大 就是要开始想办法 就是过我在台北的生活 所以我就开始同时间 去做好多事情 你看我那时候 二十五 二十六岁的时候 我是同时间去等模特 然后去做夜店的公关 还要去等葡萄亚鱼的驾轿 然后你们这次讲 哇 根据好忙 就是生活很充实 然后可能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我那时候是真的 不真是觉得 因为虽然我是同时间 剩个工作 剩个工作做得不太好 就算你看 夜店的公关 我多可怜 你们可能以为可以赚好多钱 其实我那时候是这么赚钱 一个女生在我的名单 就是五十块台币 所以有时候我一个网上 有时候拍一百个女生 我才可以赚个十千 可是你这样子看 一个礼拜一百个女生 四个礼拜就 大概两万 那我怎么可能每个礼拜 可以带那么多女生过去玩呢 所以有时候只有二十个女生 四个女生 现在这样子就没钱了 那你们觉得 葡萄亚语的驾轿 感觉好高级的样子 台湾有多少朋友们 想学葡萄亚语 不多嘛 你们几乎是以什么日文 可能最近很稳 比较流行吗 英文为主 最多西班牙语 跟那个意大利文 葡萄亚语是真的分在很下面的 所以我那时候是偶尔有这个客人 这个学生想学 可是没有到很多 那模特儿 感觉好高级 只是可以随便拍照就赚钱了 我那时候说是哪一种 你知道在百合公司里面 想要从厕所的门一出来 走秀的那一种模特儿 然后就超可怜的 超可怜的 所以那时候你就决定要离开台湾 去了柏柳 为什么选柏柳 其实我那时候想说 我的小姑姑跟我的奶奶 他们那时候是在柏柳 所以我想说 好 我就决定要去柏柳 去度假 先把我所有现在这些 让我烦恼的工作全部放下来 因为几年前我去了 然后柏柳给我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回忆 因为我第一次去柏柳是大太阳 怎么好像遇到是 那个天空 然后那个蓝天空 就是太阳水好漂亮 可以很游宅地去过生活 然后觉得那个就是我需要的 去像冲个店的感觉的地方 所以就杀到柏柳去了 我到柏柳 我是来自巴西 一个热带森林国家的 我们那边的下雨就好像是 你知道吗 神就是直接尿尿在你上山 就是真的是雨 躲到不行 我到柏柳是巴西的两辈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种雨 是暴雨 24时停不下来 24个小时 从凌晨到天亮 天亮到那个网上 一直这样子一个循环 雨不停 然后是超大的 你可能起床的时候 就是不是起床 睡觉的时候你会起来 因为那个打雷声声太大声了 像雷声音 然后这个床就会散 就像恐怖片一样 我说 我在柏柳的第一 第二个礼拜 大概是这样子的生活 就是雨完全不会停 然后我想说 好 雨不停 我不能出海玩吗 我不能踩太阳 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玩去加个酒吧 那边所有的店面 起点就大烊了 又是雨季吧 没有什么客人 没有什么酒吧 没有什么夜店 我要去找一些餐厅 这些不一样的东西 都是屋形放地的餐厅 我也划不来嘛 然后想说 这是什么地狱 我就说 好 我可能来不过 说不定有机会去宴雨一下 所以你要找到一些 一些可能比较浪漫的故事 可以 知道吗 吸收好能量 不留着美女多好能量 没有 他们的审美国 跟我完全不一样 他们都觉得 你居然说没有 你才是这样 有一个罗产 我没有说他们不漂亮 我是说 他们的漂亮的标准 就是说他们的网话 是女生原来有肉 原来也美 可是他们的肉 都是比我大值 所以有一点 打不到 所以你看 一个26岁人单身的男生在那边 想要去找一个好好的地方 晒太阳 度假 然后没有网路 然后我店拍一张照片 我的网路好像那个很久以前 闭 闭 我知道 民家失败 对 我要拍一张照片 要等待几分钟 可以一个涉及 可以一个拔烬圈的 所以这就是几乎我在波琉前面 两三个礼拜的日子 真是地狱 人家就是潜水 对不对 对 玩得很开心 我就这样子过生活之后 我就发现了 一直等太阳出来 然后太阳一直都不出来 所以我只能出门 就逼我自己出门 然后出门我就会去哪里 我就会当成好像帛琉人的当地人 我就去一些超市去买一些零食 一些东西带回家 可是我在去这些地方的过程中 我就开始认识一些当地的帛琉人 中年来了 我就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他们就莫名其妙 让我回想巴西的生活 我们的地心大概是抓台币七千块 我们的生活成本比台湾两倍 那你们说这么活 就是活不下去 一般巴西人真的90%以上 都是真的过他们辛苦的生活 可是为什么巴西人 都是看起来很乐观 因为我们都是要想办法 在这么辛苦的生活 去得到一些切迈不到的东西 假设说跟家人去看个夕阳 或者跟身边的非常好的朋友 在公园随便开个汽水 喝随便吃个水果 就可以聊得好开心 所以我们得到的开心 是来自这些五家的东西 那帛琉人突然给我这些感觉 我看他们拿的手机 那个是11年前你知道吗 他们拿的手机是Nokia的那一种 好像掉在地上地上会坏 那一种等级的手机 然后他们就不会不开心 他们想这样的东西 完全没有什么品牌 完全没有什么贵的东西 可是他们料的内容 都是好像是生活中 给一些正面能量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地 虽然是下雨中 我就开始慢慢地享受在 内在有小太阳出来了 对 就想说回到一些 很多巴西人的个性出来 想到巴西人很乐观快乐的样子 对 有一天我是起床 我开眼睛 我的脑袋就好像是电舞 大了一个雷 我说我今天 虽然我现在在帛琉 没有太阳什么的 可是我必须要回台湾 做一个决定 我要做什么东西 我要学哪条路 太混了 我一定不能一直混来混去 在这么就是没有效率的工作 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向 因为那时候的中文还是不好的 所以我想说 我如果可以好好认真 把我的热脉加强 认识一些好的经纪公司 我就可以好好当一个花瓶 就是最少当初的启发点 那个花瓶 就是被拍就不用讲话 就有钱可以赚 所以我那一天有这个想法 一开窗户 太阳又出来了 刚刚好 太阳出来了 大概十天 我就可以最少留一留 转个船 在海边转来转去 然后就是准备回台湾 我那时候有身边一些 混血的巴西人 他们都是所有知名的 知名度的模特 就请他们就是帮我介绍 他们的经纪公司 我就是这样子 跟他们的公司合作 合作呢 我就开始在台湾 做得原来也不错 做得原来也不错 我就签给泰国的公司 我在泰国就发生了 发生了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然后泰国做的 我住曼谷 住了快一年 然后就被香港的公司找到 然后就在香港 就开始拍电视广告 就开始演戏 然后签就开始更多 然后就觉得超顺的 我这样子 一下来就从台湾到泰国 到香港 然后就开始在大陆 就变成个国际模特的 生活的感觉 因为妈妈 犹豫症了 我就回台湾陪我妈 帮她开一家咖啡厅 在咖啡厅开了的第一年 就开始被台湾的 综艺节目邀请去申通告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什么是通告 就被通告一人了 所以感觉 帛琉的太阳蛮厉害的 好像要是上马 晒就很晒好了 转运了 跟绿头差不多等级 你看 找到爱情楼 找到工作的 OK 所以去导国放松是有必要的 郭亚日泉哥 是不是人家要适度放空 或是有点在无聊的生活当中 反而会发现心之所向 是 这个全世界的太阳 其实都很厉害 但要靠你自己波云见日 那我们常常会把人生这种长假 或是一段时间 比喻成一张画 它要留白 它要个位置留白 它是一个艺术的表现 但对于已经很混乱或很忧郁 很阿杂很久的人 他可能不是在一张画里面留白就够 他可能要换一张画纸 像你去了绿岛 你去了帛琉 他换了一张画纸 它是全部空白的 于是你有机会可以用不同的价值观 这个衣服不重要 这个鞋子也不重要 那用不同的逻辑 那这个时候 其实在灵性的学习也是这样 就当你一切都放空的时候 你才会听到 不管是你的高我 你的神或你的上帝 要告诉你的讯息 因为有时候你把自己塞很满 那个讯息是进不来的 当你们把自己全部都打开 都留白的时候 那个你就听到了神的讯息 叫你要做模特 你就听到 你要用自己的价值观 来过自己的人生 好 所以其实上天都用某种方式 在跟我们对话 但是要静下来 耳朵要打开才会听得到 希望可以听到你心里 真正的声音 今晚你有空来开放吗 挑加个大神马将手游 即刻下载 单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 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